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除了吉德和吉拉 这两大战力之外 剩下的团人们的实力 对吉德海贼团来说可能才至关重要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到 吉德海贼团的第三个出场人物 能捧火的怪人 也就是因为名为Hit的希特 1269期海贼专题 我们提到空岛岩贝和热壁的例子为参照 现在在项目地向和平主义者口喷大户的方式 可能就是通过在口中 安置了岩贝或是类似岩贝的装置才得以完成 以487海贼专题 我们提到吉德 机械赤藏达人的隐藏属性来说 他也有可能帮助到希特 将火焰和热壁的机械装置 安装到他的体内 从外在的形象来看 希特也像是一个 红身都是缝纸疤痕的僵尸 从这个方面来说 他就有可能和莫利亚手下的 团人同伴霍骨巴斯 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结合外在的僵尸 和内在的机械 以及有关火焰和热壁的诸多技能 喷火的团人希特 可能就是基德海贼团目前的第三战力 接下来是身着 类似 恶魔专属的狗大男子 瓦叶 他的武器是一把三叉枪 虽然对于他的具体能力 茉莫军中还未展现出来 但瓦叶的英文名字 也就是金属丝中金属的含义 可能就是对基德海贼团 吸到了一个点提的作用 以金属这个线所谓前提 胡扯来说 如果我们再回顾一番 基德海贼团这四人的 作合特征就不难发现 伟天组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 多多少少的都放上了一些金属摇滚的元素 船长金属的外在就像是一个 补解和狂妄的摇滚歌手 他的爱好有音乐 而他的能力也是操纵金属的能力 而爱好打鼓的 基拉的头盔外形 不出意外就是致敬了我们现实世界中 法国游滚团体 傻瓜朋克的头盔造型 而希特喷火的这个镜头 也应该就是在像 美国的中金属乐队KACE乐队 在现场表演中 欧血喷火的表演致敬 而回到名字其实是 金属丝含义的瓦叶 在一种造型上的 黑氧哥特特征来说 它所代表的可能就是 哥特金属摇滚 而且是日久连剩下的另外两位 目前来说还是打酱油的 基拉海贼团的成员 也都是莫和克发型 和典型的 基特喷克摇滚的装扮 在53 54以及57系海中专题中 我们已经以 基地和基地动物为线索 贵罗在今后将 可能获得的新铺版获扯了一番 而相应的本期我们所呼扯到的 这个金属摇滚的线索 可能就是 未来 基特海贼团新成员的潜在特征 从这个层面再进一步呼扯来说 在未来超级星海贼团中 我也能看横草帽团的 重金属级的海贼团 在海贼王的野心之外 可能就还是要当上海贼王中的摇滚王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昂云 海贼王真题 我们下期再见